我爱阅读丛书一 恶狼妖怪快滚开 爸爸妈妈有张大床 我有张自己的小床 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 突然闯进来一只可怕的大灰狼 我赶紧跑去找爸爸妈妈 爸爸睡着了 妈妈听到了我的声音 我告诉妈妈 大灰狼 我房间里有只大灰狼 妈妈揉了揉眼睛 什么大灰狼啊 我答道 是真的 一条大灰狼太可怕了 妈妈笑了笑 掀开被子对我说 来吧艾罗姨 先睡下 明天我们一起去对付那只大灰狼 我紧紧地靠着妈妈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 可怕的大灰狼又来了 这一次 他还带来了他的同伙 一群大灰狼 太可怕了 我又跑去找爸爸妈妈 我爬上床 钻进他们的被窝 这时妈妈醒了 看着我 问道 艾罗姨 你又怎么了 看来妈妈并不知道狼群 闯进了我们家 我小声说 噓 又来了一群狼 我逃了出来 我要和你们一起睡 妈妈睁大眼睛说 一群狼 是的 我回答道 有两只 我好怕 妈妈一跃而起 大声说 大灰狼 出来 我们知道 怎么对付你 他来到我的房间 对狼说 你们这些恶狼 我们不怕你们 快滚开 不然打烂你们的屁股 他怒气冲冲地 站在门边 两只狼从我的房间里 灰溜溜地跑了出去 妈妈把我抱起来 放到床上 用暖和的羽绒被盖住我 温柔地说 晚安 我的小宝贝 第二天 上学的路上 妈妈告诉我 狼再来的话 就这样对付他们 一边张开手臂 威胁他们 一边说 大灰狼 我可不怕你们 然后一下子 把两手合拢说 恶狼 快滚开 来抓你们了 只要这样做 那些狼 一定会乖乖地溜掉的 那天晚上 我的房间里 不再有狼 可我看到了 一个大妖怪 我赶忙救出了 小猫咪 大灰兔 还有我的斑点狗狗 飞快地 从床上逃了下来 我又钻进了 爸妈的被窝 爸爸人就睡着 妈妈坐了起来 她说 怎么狼又来了 我悄悄地说 不 来了个大妖怪 比狼更可怕 妈妈常叹了一声 哦 这一回是个妖怪 你有没有 试试赶走她 我结结结巴巴地说 是 我想没有 我对她说 我不怕你 可是我不知道 她有没有听懂 妈妈起了床 我们去打跑 那个妖怪 她从厨房的壁柜里 拿出扫帚 递了个毛刷给我 来到我的房间后 妈妈大吼了一声 妖怪 胆敢惹我儿子 我的扫帚可不会饶过你 快滚开 我也喊道 快滚开丑妖怪 我来抓你了 我重复了三遍 每次我都张开手臂 然后猛的一下合拢 这妖怪 灰溜溜地逃跑了 大获全胜 妈妈对我说 艾洛伊 你好勇敢啊 然后妈妈 冲了两杯热巧克力 她总说 喝点热的 可以安定情绪 没错 很有用哦 好舒服啊 天就快亮了 房间里 传来爸爸的憨声 后来 有天晚上 妖怪卷土重来 还带来一个同伙 他们站在窗边 我猛地拿起 搁在床边的扫帚 妖怪看到扫帚 害怕急了 灰溜溜地 和他的同伴往外逃 我追上他们 打开大门 把他们赶到了楼梯上 我大喊道 快滚开妖怪 来抓你们了哦 我可不怕你们 滚出去 妖怪没命似地 跑远了 我回过身 这时 妈妈已经站在了那里 我清楚地 看到她神色疲倦 可她微笑地 对着我说 艾洛伊 你赶走了妖怪 真是了不起哦 又一天晚上 妈妈过来看我 睡着了没有 她亲了我一下 把我弄醒了 她问道 今天晚上没有妖怪了 有啊 他们来了 可我懒得睁开眼睛 只说了声 滚开妖怪 来抓你们了 他们就走了 妈妈笑了 宝贝 做得真棒 我可以肯定 他们再也不会来了 晚安 我喃喃地说道 是的 妈妈 晚安 然后很快 我便又睡着了 我还没睡着了 我还没睡着了 我还没睡着了